早安 我是 Jack 我現在不可以看著鏡頭說話 我要焦點在眼前的路況 現在我是上班的駕駛 但我也想拍片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到下面的標題 如果你有看我的 Instagram 都會知道 我是想拍一個新的系列 而這條片就是這系列的第一條片 主要是想快點出到這條片 和大家更新一下最近的過程 例如過去關於PTE的Vlog 出街和我剪接的時候 都已經差了幾個星期 在影片中我搬到新屋住了一個星期 但在影片出街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在新屋住了一個月 所以拍那些Vlog 因為需要的時間都比較長 無論是拍攝還是剪接 例如拍攝我的片頭 我要專門出去拍攝 剪接又需要花長時間 有時可能加上字幕 所以我很難做到一個星期 或兩個星期出一條Vlog 而當Vlog需要兩三個星期去製作的時候 出街的時候 已經不太更新了 對於我的近況來說 所以我就想搞一個新的系列 就像現在這樣 想在車內更新一下自己的近況 以及講一些大家有興趣的題目 希望可以快一點點出一條影片 還有有時因為在這裏開車 上班很多時都駕駛起碼半小時至九個小時 我在車上除了聽音樂 聽聽Podcast 之外 也有時有點悶 所以我就想想 如果可以利用這段時間 作出一點點 拍一些影片給大家看 好像可以令到開車這段時間 變得有點意義 現在我在塞車 很多次開車的時候都會遇到這個情況 尤其是早上8點之後 會有school zone 在澳洲有school zone 你只可以開時速40 很慢的 會塞車很多時候 剛剛就很快地說一說 為何會想拍一個新的系列 是關於什麼的 其實先轉一轉 現在走40 很慢很慢很慢 剛剛就很快地解釋了 為何會想拍一個新的系列 我又特地幫這個系列 有想過一下名字 純粹是想分開這個系列的影片 和我平時拍的Vlog 我打算把這類型的影片叫做 車中泊 就是在車內拍攝 我知道在日本很流行 車中泊 就是在車內居住 但我現在在車內拍攝 我想了一個名字 其實沒用太多時間 所以不要太高要求 我想了一個叫車中泊的名字 純粹是分開影片的類型 首先說說一點更新 最近週末我去了Rhodes 最近都不知為何 去Rhodes都去得很頻繁 那裏有很多亞洲人的面孔 我知道也有很多香港人 最近去Rhodes 我去了一間很尚好的餐廳 是我第一次去的 裏面的感覺是很棒的 我可以播一些影片給大家看 那天我去吃米線 還有吃了一個滑旋風黑椒雞扒汁飯 很好吃 超級好吃 它很大份 而且我看到很多人 在旁邊的桌子都是剩下的 很多人都要打包的 它的價錢不是很便宜 但因為它的份量夠大 都覺得值得吃 而且真的很好吃 再加上餐廳的環境 很有香港茶餐廳的感覺 其實我之前也有去過幾間 港式冰室 在澳洲西德尼 例如Burrwood 有一間叫做廣舊味 我之前也有去過 但這間我覺得特別有香港 冰室或茶餐廳的感覺 而且試鏡是很友善 很有親切感 進去後他們問你吃甚麼 然後他們會說吃不完可以打包 我覺得很舒服的感覺 還有環境和佈置都挺有特色的 它放了很多有香港特色的裝飾 還有一個地鐵站 好像是旺角站 旺角站的佈置 所以都挺有特色的 我想過就是 它打個卡 然後就說我自己回到香港 可能如果這樣做的話 都會有人相信 都會有人問我 你真的回到香港嗎 都挺有趣 很推介大家去吃這間 叫做好上好的餐廳 我知道其實它有好幾間分店 它不是只有路線 還有它有燒辣布 我聽說它去叉燒 都挺好吃的 大家如果想念香港的食物 就可以去試試看 然後可以說一些 最近我經常收到的問題 就是關於這個PR 尤其是剛剛那條片出了 就說我考了PTE 因為是要申請PR 出了一條片之後 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你要考慮 為什麼你要行計分制 為什麼現在不是有HK stream 為什麼你還要計分 我收到真的很多人問這個問題 所以我打算出一條片 一次過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是行這個計分制 而不是說 用香港人通道HK stream 那條隊 就是因為你如果排HK stream 就要等四年 你拿了四百五簽證之後 你要在澳洲留四年 如果你在偏遠地區 例如Sydney、Melbourne以外 一些地方是遠一點的 就要住三年 但因為我有第二個選擇 就是行這個計分制 我就不需要等四年那麼久 希望不需要等四年那麼久 就會拿到PR 所以我就行計分制了 因為我聽說現在的190或190的簽證 總之我忘記了是190或190 是state 那個 總之是state nomination 那個 總之是state nomination 那個 它好像都頗手鬆 我聽說 譬如Melbourne 那個州叫什麼 Victoria 他們那個cut off score for allied health 譬如是OT、BCO、speech等 我聽說 是65分 就已經有收到invitation 去申請這個PR 而在New South Wales 最近 可能一個月 或者一兩個月 就一次 就會派invitation 去邀請你 申請這個PR 申請這個190 看我經常撈亂了190 總之是state nomination 那個 他會邀請你去申請那個PR 當然他邀請你之前 你要自己入籍 即是他去申請這些簽證 即是他去表達你想去申請這些簽證 即是他去表達你想去申請這些簽證 他就會過了一段時間 如果你是足夠他的requirement 他就會去邀請你去搞PR 那樣東西 我就是看到 咦 現在好像說 在New South Wales 或者在Melbourne 這些州 好像都頗手鬆 而且派得頗多下 不需要去到很高分 他才會派一個invitation 所以我就決定 不等了 不等HKStream 那個隊 那麼久了 就是行計分制 希望會不會在這一年之內 就已經搞得到PR 而我聽過 我有些朋友 真的不是開玩笑 是真實的案例 我們是同一年畢業 他就是12月讀完 他就立即去搞關於簽證的事情 譬如是做skill assessment 其實是扔錢出來的 就是給了很多錢 真的很多錢 不是開玩笑的 銀包很肉痛 我都做了skill assessment 給了1200澳幣 而他做些什麼的 就是 我真的覺得他吃水很深 他就是 你發文件給他 他就會打電話給你 去確認你這個人 是valid的 真的有這個人存在的 他就會批了 skill assessment 很快 總之就是給了1200澳幣 然後 那位同學的朋友 他連450澳簽證都沒有申請 是不是很瘋了 他是學生簽證 他沒有再申請450澳幣 因為他想 他就很快 所有事情都很趕急 讀完書之後 就立即去搞189、190的簽證 就 skip了450澳幣 就不用給450澳的幾千澳幣 那裡都是錢 我要搞450澳幣 好像給了1700澳幣 1700澳幣 總之就是有很多錢 他就沒有搞450澳幣 他一來就是搞189、190的簽證 而他又真的很快 他搞了skill assessment 之後 我沒記錯 好像一個月 或過幾月之後 已經收到一個 invitation 收到 invitation 就要做什麼 做 health check 做糧文證 做糧文證 那些事情 他又很快就搞定 好像 我上兩三個星期 聽到他已經拿到 PR 了 不是開玩笑 快到 這個是我聽過最快的 我身邊的人 最快收到 PR 的例子 我們是12月 12月中 完成了 Master Degree 收到 Letter of Completion 然後他就一邊搞 然後就去到三月 好像 我忘記2月尾還是3月頭 沒有多久之前發生的事 他就已經收到 PR 了 你說是不是很快 很誇張 所以如果我有得選擇 我當然不想等四年 才收到 PR 了 因為這段時間 也不要說我會不會 在澳洲留四年這麼久 而是說 這段時間一直住 有交稅 扣了這麼多稅 但你沒有 PR 就不會有福利 所以我覺得 好像不太划算 所以快手一點 把資料調查到1200元 去搞這個 191.190 簽證 就行這個計分制 我希望這件事 解答到大家的問題 其實這樣也挺爽的 一邊聊聊天 一邊開車 時間過得很快 現在我還有大概20分鐘 就會到達我的目的地 平時就是很久 駕駛很久 又會塞車 時間都覺得很慢 但今天就不錯 而且天氣很好 心情都不錯 對 我希望這件事可以解答到大家 如果你還有任何問題想問 歡迎你 DM 我 或者在這條影片下方留言 告訴我 問一下 我偶爾會出這類型車中泊的影片 和大家去解答 不要說解答 有時候我也不太知道怎樣回答 但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或者我聽到其他朋友的經歷是怎樣 希望給大家參考 我知道很多人都想申請澳洲PR的念頭 所以如果你有事想問 即是想知道的話 你便稍微慢一點 前面有些不知甚麼 唉 對了 如果你有甚麼想問 例如關於PR 或者關於我讀書的 或者在澳洲生活的問題 你想問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便看看有哪些是大家都很感興趣的 我便先拍了那些 用這個車中泊的形式 可以快一點 頻繁一點 去和大家分享 好了 我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分享 大家是不是會教我兩倍速 因為我會的 譬如我聽一些資訊類型的影片的時候 我都會教1.5倍速或兩倍速去聽 沒有問題的 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看完 你給我一個Like 或是留言 如果你沒有訂閱 歡迎訂閱 歡迎訂閱 之後都會推出多些這類型的影片 好了 不說了 我們很快再見 拜拜 他真的很快 他真的很厲害 很幸運 哎呀哎呀 我現在不可以先聽電話 你睡著了 我快要 你 你不要快